太棒了 那就是世界顶级的 然后就看着四合院 民居也非常有特色 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他说我要 把中国这个建筑 和现代建筑结合起来 他想做个样板 他就抱着一个爱国的愿望来了 贝玉明出身在苏州的名门望族 他的祖辈 世代居住在 著名的苏州园林 狮子林中 虽然贝玉明对中国园林 有很深的感情 但他十几岁时 就举家牵制美国 他接触的更多的是 西方的建筑体系 对于建造中国的传统园林 贝玉明并不熟悉 他是搞那玻璃体的 一个大楼的 你想搞那世界银行 什么香港银行的那种 他不太会做中国的 但是他心是好的 贝玉明设计的 这座花园式的香山饭店 定位为 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 而这中国风格庭院的设计 就交到了谭新的手中 然而当谭新 拿到贝玉明设计的 庭院图纸时 皱起了眉头 这时工图 这个时工图一看 就这个图没法时工啊 专国人的时工图啊 画连个螺丝钉都给画上 一条路是论子都画上 他那时工图我就画个概念 我这儿要个水 我这儿要个桥 然后这儿有点树 他就这么一张图就给你 你时工图就应该给人做出来 咱们国外不特别一样 这个园林怎么搞一锅水 他就画了个圆似的 这就是水 然后有个桥 月亮似的 温桥 这都不是中国的 这和香山饭店 搁的香山 那不太出事 大家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好 北京园林局的工作人员 看到贝玉明设计的草图 都觉得有些不好 这种情况下 北京园林局决定 让谭新上交一份设计方案 发给贝玉明 当时谭新即便在北京园林局内 也不是主力的设计师 但他还是决心试一试 在八几年的时候 八三年备份 我连工程师还不是 就是当时国家没评 我们这有工程师 有那个叫做院长 还有总工 他们都挺有身份的 大概不愿意跟贝先生合作 因为跟他合作吧 合作好了 都是他的 合作不好呢 说你没水平 他们都有得顾虑 我当时年轻也不怕 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谭新画出了一份 园林的设计草图 我用一个星期 当时我画画比较好 就当时哪有电脑 就是硫酸纸 用钢笔 墨手的钢笔画 画完了有一个好处 可以传真 可以传真到纽约 结果我们就画了方案 传过去了 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谭新 给世界顶级设计师 贝宇明提修改意见 他的心里也十分忐忑 又过了一个星期 贝宇明回到了中国 贝宇明回来说了一句话 哎呀 我们也觉得 他太高了 他说 你们画的这个 那个景叫烟霞浩渺 这个烟霞浩渺 他说 这什么意思 就问我 哎呀 我说 我们是这么理解的 你坐的这个大楼 最主要的这个房间 是总统套间 这总统套间的风景 最漂亮 看乡上最红的一个山 这个他是做对了 可是呢 这个景不能没明啊 没有明的景 顿然失色 你就说 好 美 不行 要起个明 所以我们想 就应该叫 烟霞浩渺 什么是烟 说早上起来 你开窗一看 那个雾气通通 像烟似的 霞就是红的山 就霞光 红山 烟霞浩渺 你是界景啊 那是远山 好几百米以外的 浩渺这么远 说您是不是这意思 哎呀 他说 我就是这意思 我把总统套间搁着 只不过我就 点不出这个景名 所以他选中我们呢 大概是因为 我们的文化 要做个九米的山 这东西难度特别大 哎呀 为了做这山 画画 去找石头 到昌平 一块一石石头 去到山沟里找 这块石头搁着 这块石头 每块都特别精选 就特别负责任 去找零石头时候 能找进山 再出山下午三点 八点进山 三点出来 没有路 不像现在 什么都得自己 去捡那个东西 出来以后 三点呢 才吃那个中午饭 一块烙饼 四个人吃 那就真是非常辛苦 而且也认真 一定要做好这山 做设计 做泡面 这回轮到贝玉明 提出反对意见了 当他看到谭新制定的 假山设计方案时 向他提出了 不同的看法 他就拉着我 坐他车上 就跟我讲 你知道 他为什么不上队 他讲的 还是挺有道理的 他第一 他讲什么呢 他说 我不是不让你们堆 中国已经没有好石头了 皇上 就是泰国石 都做了多少个园子 都弄光了 没好石头了 他这孤里 是不是也有点道理啊 你哪找石头 第二 你没有好师父了 这么多年你们不做 那师父都 都去世了 第三 你们多少年 也没造园 你们有经验吗 我组织这工程 这个事情 没有把握的事 我不做 如果做得不好 就是抹黑了 谭新深知 这项工程的重要性 如果想得到 贝孕明认同 谭新 就得拿出自己的 真正本事来 中国人最重要的 就是山要有脉 水要有缘 这是最基本的 画过画 不能画一个水潭呢 可是国外不是 做个喷水池 都就冒水了 它的水是从底下往上的 咱们水是从天上来的 这是很不一样的 我的方向呢 我在做这时候 有两个创新 第一个 就是说 我要用不好的石头 拼接出一个真山水 而不是表现一块石头的美 什么漏啊 透啊 像一个什么 不是这样 用不好的石头 给它拼缝 拼得好 远看一照相 像个真山水 这个就好办了 石头就不是那么严格了 第二个呢 用现代技术 在小空间里 把它立着做 那么你就有好的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